前几天,微博突然惊现一个阔别已久的名字,山口百惠,进照中,60岁的山口百惠在家附近的超市买菜,面容富贵,一副岁月静好的姿态。 当然也有更年轻的网友表示,山口百惠到底是谁。 21岁时,正值红到巅峰的年龄,女神山口百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退圈,再无音讯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60岁山口百惠近照曝光,消失了40年,一代女神最终坠入反尘。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,请点个赞再继续,让更多关注山口百惠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。 提到日本樱花之神山口百惠这个名字,不知道90后,00后会有多少人听说过。 对于那些60,70后来说,山口百惠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绚丽的青春与梦想。 没错,当年的山口百惠就是这么出名,由他主演的电视剧《血仪》在国内创下的收视率,在如今是想都不敢想的。 这是一部悲剧式的爱情故事,人们不是被电视剧里的情节吸引,而是被山口百惠这个人吸引。 据说,高晓松曾创作的《鬼迷心窍》是一首表白曲,他心中的女神就是山口百惠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高晓松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,人家的才气不是假的。 他痴迷山口百惠,所以才写出《春风再美》也比不上你的笑,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这样的情句。 由此可见,山口百惠的出名绝对不是虚言,她是上世纪80年代别人无法超越的女星。 1972年12月,在日本第五届明星诞生歌唱比赛中,山口百惠以回转木马获得第二名,出路争容。 她出道时只有13岁,正值豆蔻年华,却并不是被父母宠溺的娇女。 母亲以情人的身份生下山口百惠,而始乱终气的父亲一直是她童年的噩梦。 彼时,众人眼中的她像穿过林间的清风,亦如旷野中美丽的雏菊。 但无人得知她明媚俏皮的笑页背后,那被命运笼罩的阴影。 1974年5月,山口百惠接到了格力高食品广告的拍摄工作,与之搭档的就是刚被启用的新人三浦友和。 当俊朗阳光的三浦友和第一次出现在百惠面前时,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感觉。 他当时穿着蓝色的运动装,根本就是一个来公园锻炼的运动员。 同年9月,三浦友和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,跟山口百惠合作出演川端康城的名作《一斗的舞女》。 这是两人第一次合作,也是山口百惠在电影中第一次出演女主角。 《一斗的舞女》上映后,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清新脱俗的山口百惠将一个被命运凌压的舞女角色演得深入人心。 15岁的山口百惠,迅速走红,成为日本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。 此后的他演绎道路更是一飞冲天。 不仅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,还入选了在日本相当于央视春晚的红白歌会。 成名后的山口百惠像一只被不停鞭打的陀螺。 他说,我每天都在为工作忙碌,忙完这个,立刻又有新的工作找上门来,我几乎都没有私人时间。 20岁,就已经成为红遍东南亚的影视歌《三七巨星》。 在娱乐圈八年沉浮的时间里,山口百惠出演了30多部影视剧,演唱了30多首单曲,荣获了无数个音乐大奖。 而他拍摄的影视剧中的发型也都成为当时的流行,很多女孩纷纷模仿。 后来的女星们,个个都以能被说成像山口百惠为荣。 女星上护彩河,十元李美曾因为不同的角度被说成像山口百惠,也因此让他们一度爆红。 审美稳定的张艺谋选的好几位某女郎都和当年的山口百惠壮脸,特别是巩俐。 21岁时,正值红到巅峰的年龄,女神山口百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退圈,再无音讯。 在最鼎盛光辉的时期选择退出娱乐圈,犹如樱花凋谢,被称为樱花之神。 因为,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,三浦友和。 自小缺少父爱的赵福,三浦友和的细腻体贴让她心动不已。 年轻时的三浦友和面容俊秀,气质如雅。 即使是现在的审美,三浦友和也符合东方美男子的标准。 年轻时的三浦友和也搞过音乐,她在中学时代,曾和自己的同学组建过乐队。 所以三浦友和的很多影视作品中,都经常看到她拿吉他唱歌。 总有人拿三浦友和同牧村拓栽做比较,不少女粉丝更青睐于三浦友和男人为十足的帅气。 日本媒体这样评价三浦友和,她是日本最具王子气质的日本男星。 她说,我在她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。 她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,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,那种嫩嫩不出,让人感到新鲜。 情斗初开的公主和翩翩美少年的相遇,这本身就是童话的开始。 第二年,两人又共同出演了电影《潮骚》,成为演艺圈的黄金搭档。 在《终日亲亲我我》,而宾思摩的合作中,两人的感情也逐步升温。 其后,他们的合作日益频繁。 他们不仅拍摄了影视剧《血液绝唱》《赤色冲击》及各种广告,还共同接受娱乐杂志的采访。 一年中,两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一起。 两人的合作大约有六年左右。 期间,他们跟对方说了几百次的我爱你,我喜欢你。 三浦友和在《回忆录》里说,我被他那种真浪漫的志气给迷住了。 拍摄时,台词中的我爱你,已经超出了模拟恋爱的范畴。 总之,通过摄像机的镜头,我们毫不羞怯地进行着爱的表白。 从某个时候起,我相信,他也以同样的心情与我对台词。 因此,我们是同岸范。 假戏真作,两人从荧幕情侣发展成为现实恋人。 他们恋爱了,像春草燃绿山岗,一如雨后初季。 他宛若一道光芒,照亮了他曾经阴霾重重的生命。 恋爱后,公司考虑到一人的形象,一将二人强行拆开, 却遭到了很多影迷的激烈反对。 他们甚至组成了声援会,兼称山口和三浦才是理想的情侣。 随着二人最佳荧幕情侣的形象日益巩固, 他们在现实中也更加情投意合。 当时的山口百会已红遍东南亚, 但他却选择激流永退,告别舞台。 随后在东京舞蹈馆举办了他的最后一次演唱会, 向数万热情歌迷告别。 消息一出,更是石破天惊, 他的疯狂决定,让整个亚洲都为之震撼。 那天,偌大的舞蹈馆人山人海, 此起彼伏的欢呼声,汹涌如潮, 他们一遍一遍地换着他的名字。 出现在舞台上的山口百会, 一袭长裙,如白云出秀,偏然若鲜。 当他唱完最后一曲《再见》的比方时, 他向无数歌迷落泪鞠躬, 然后放下话筒转身离去, 致此娱乐圈再无他的声音。 同年11月19日, 三浦友合在灵南教堂, 迎娶了日本最美的新娘山口百会。 这一年,他28岁,他21岁。 山口百会的退影, 让三浦友合初次领悟到了责任感, 在生命中的意义。 因此,三浦友合, 也一直活跃在荧幕上。 去年,他还参演中国电影《唐人街探案3》, 在剧中饰演。 杜鞭盛, 只是很多观众已经认不出这位大叔, 竟是当年英俊潇洒的三浦友合。 后来, 山口百会在提到自己退出演艺圈的原优时表示, 之所以退出是因为在我21年的人生当中, 第一次遇到了值得我珍惜的人。 山口百会抛开一切成为全职太太, 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浓的爱, 深爱着山口百会的三浦友合全都深谙于心。 在结婚前这样承诺, 绝不出轨, 后来, 想必大家就知道了, 山口百会赌赢了, 他的粉丝们完全可以放心了。 因为与三浦友合结婚之后, 40年不曾红过脸, 以至于让狗仔对几年时间没有收获。 结婚后, 山口百会完全投入到了琐碎的生活当中, 生孩子, 照顾丈夫, 赡养公婆, 每一件事他都做得可圈可点, 只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深究过, 自己的容颜症一天天变老。 如今, 60岁的山口百会, 街拍照曝光, 只见他一身接地气的便服打扮, 看上去和一般人无二, 却依旧不减优雅气质。 其实岁月的痕迹在他脸上已经清晰可见, 但是不得不说上天永远眷顾气质美人, 他的气质依旧从容淡定。 女神老了是真的, 但因为有这样美满又幸福的婚姻, 有这样安稳又简单的生活, 也算是人生赢家了吧。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,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了点赞, 订阅, 分享,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, 说说自己的看法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